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甜蜜的任务 当然我们这一期最甜蜜的嘉宾呢 就是马上要上任的电影 最好的我们的饰演者耿耿和于怀 让我们欢迎陈飞宇和荷兰豆 芒果TV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陈飞宇 在电影最好的我们中饰演于怀这个角色 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演员荷兰豆 在电影最好的我们中饰演耿耿 是耿耿和于怀 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对彼此的印象吗 我记得一年前我们两个 拍的第一场戏就是耿耿和于怀 两个角色见面这场戏 就是在分班 分班大榜前 就看见了耿耿和于怀的名字在一起 对 然后也是我们 这部电影里面特别大的一个耿 对吧 你看啊 我名字左边那人叫耿耿 跟我的名字连起来正好耿耿于怀 你叫于怀啊 对啊 我就叫耿耿 可以把这些利肉都可以 现在可以说出来吗 不可以 大家6月6号到电影院去看呢 然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这部电影里面的所有的稿 你该记得是6月6号 嗯 那你们还记得拍戏当中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吗 其实很多哎 让飞宇先说吧 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 其实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 扮演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这个人物 就是成年耿耿和成年的御怀 嗯 然后少年耿耿和少女御怀 对 少女御怀 少女 少女耿耿和少年御怀 啊对对对 第一眼看到自己成年的样子的时候 我我是一个披肩法 对 因为我那时候头发还没有羞 然后他就笑话我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发给我的照片的时候 是很想笑的 就像一个浪子 他的整个造型 他比较成年后的那个耿耿呢 成年后耿耿变漂亮 居然得到了飞鱼老师的认可 变漂亮 我所留所能 我很我很客观的 啊变漂亮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啊 你看最好的我们 包括耿耿与怀爱自由 青春无敌 这是不是你们 本身电影里面都有展现的一些台词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有一个我看肆意奔跑是吧 肆意奔跑 确实我们这部戏里面有很多跑戏 嗯 我都快跑死了 就是单独跑 一块跑 牵手跑 分批跑 分批跑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奔跑这个词 在我们电影里面 其实也隐藏了一个挺深的含义 他的话音就是说我要一定要追上 一个是学霸 一个是类似于学渣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要追赶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 八语长安在最好的我们里面 他有一句挺有名的一个金句吧 他说什么当时的你是最好的你 后来的我 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 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 倔格了一段 一个青春 倔格了一个青春 我追也追不上青春 了起这个真挺有鸡皮疙瘩的 因为他们少年的时候其实耿耿是特别崇拜于怀的 他以前的時候就是想為了一個好的人 好的目標 好的願望 然後願意改變自己 讓自己努力 變得更好起來 但是當到了很久很久之後 那個當年最好的他已經不是最好的他了 耿耿用盡了一整個青春去奔跑 去尋找另一個最好的他 這是一個很勇敢的事情 遇見你的那個夏天 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夏天 想我嗎 你還有遺憾嗎 為什麼不說話 我真討厭長大 學會了隱藏自己情緒的環境 馬上就要高考了 然後你們這個電影呢 其實很多馬上要高考的粉絲寶們們肯定都會看 然後呢也很想得到你們一些高考的祝福 真的給我打個樣子 希望高考的同學們可以考到一個好的成績 雖然說學歷不是你的金鑰匙 但是呢它卻是打造金鑰匙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正當下的青春 也許你們這時候覺得很難熬的這一段經歷 會是以後你們最想嚮往的 最想回去的那一段最美好的青春歲月 很真摯真的很真摯 蜚羽 祝願大家高考順利 然後取得一個特別好的成績 答題卡別填串行了別填錯了 考前一定要好好複習 然後要注意睡眠 然後多喝水 多喝水 多喝水 這是我們戲裡張平老師說過的 就再聽到還會有一些很大的感觸 確實 好蜚羽 那父母作為演藝春的前輩 那對自己的這個演藝方面有什麼樣的指導嗎 說指導不如說是引導吧 我覺得就是我剛剛開始做演員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問我說你有沒有做好心理建設 然後我當時其實我也沒想清楚 我就說好 但是我覺得純屬是因為說熱愛 就是我自己演完第一部戲以後就 決定說要做演員了 是因為覺得真的是你可以演一不同的人生 那我們的豆豆除了拍戲工作之外 私底下自己最大的愛好是什麼 睡覺吧 哎 說點好了嗎 因為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他就屬於那種就是在哪兒都能睡 坐著演員就睡 趴著演員就睡 不是這樣的嗎 不是 公共睡覺區就是他的 那你呢 讓我說讓我說來來來來 我也來捧一下你 觀眾朋友們就是 飛魚老師就是除了拍戲之餘 他就經常健身 真的然後他怕我們不信 然後他還視頻 一邊健身一邊視頻 然後他角度是這樣的一邊舉點 然後拍他的下巴在推 然後還有就是彈吉他 哦 重對吧 大家都知道彈吉他彈的真的很好聽 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的是很好的一個愛好 現在我們現場呢也準備了吉他那就 說到咱們就做到好不好 好這樣吧 要不我來談他來唱 我當然無所謂啊 只要觀眾朋友不要關掉這個視頻就可以啊 好了我沒有準備吉他 好那我們還有飛魚 錄製湖南衛視嚮往的生活 有什麼好玩的事嗎 他倆演了一個電影 叫什麼電影 最好的 最好的我們 最好的我們 對對 特別適合我們這一集 比如說那那以前彭彭彭一唱就 拉著我們兩個去山上拔蘿蔔 這個節目是非常真實的 一切都靠自己 剛才何老師還說 他說 我在去錄相網生活之前 所有的蔬菜都不認得 現在全認得 就因為每天要幫那個黃老師去買餐 去幹農活啊 對去幹農活 然後自己去種 自己耕地 自己播種 自己施化肥 現在有這樣的節目非常難得 是特別好的體驗 當你要錄相網的生活的時候 有沒有去 專門去攻略一下 比如說 學一道菜啊 這個沒有 可能我們 到那兒廚房也輪到我們用 對 博之姐她就 帶來各種各樣的感冒藥 因為她知道肯定在鄉系 這兩個地方會有人感冒生病 所以說她就準備了很多感冒藥啊 然後 她就是展示了各種 生活的技巧 比如說 會給我們煮這樣的雞蛋 雞蛋煮熟了以後 趁這個溫度還在就滾 滾你的脖子啊 各種穴位 你說我們也有做準備啊 我們帶了一棵樹去 耿耿於懷樹 對 我們在戲裡也有種樹 黃陽樹 對我們就所有怎麼摘啊 怎麼樣養過 這是你們種的第一棵樹吧 第二棵 戲裡種一棵 戲裡種一棵 對 那你覺得自己幹農活怎麼樣 還可以嗎 有誇你嗎 沒有人誇我 但是她特別好 因為她沒什麼可說的 所以就是很好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甜蜜的任務呢 是一個重本類的節目嘛 所以呢也準備了很多有趣的環節 一共有兩個 而且呢這些遊戲的環節都是由粉絲們 我們去徵集的 是他們的小心願 所以呢我們就看到底玩的是什麼樣的遊戲 好不好 好的 好我們首先玩的第一個遊戲呢 名字叫做甜蜜小劇場 甜蜜小劇場 節目組奢集粉絲 準備的十個快文快答 請菲宇和豆豆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完成作答 並根據答案進行表演 兩人會擦出怎樣甜蜜的火花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好來第一道題是一個男生的名字 女懷 一個女生的名字 耿耿耿 第二道題一個感嘆詞 一個感嘆詞是嗎 你可以說 啊 好啊好啊 美啊 天哪 哈哈 好看啊可以吧 對可以可以可以 好第三個一個數字 六十六 七 好七跟六十六 第四句一句表白的話 哎你不問他為什麼是七嗎 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是七 七是我的幸運數字 你是來幹嘛的 是來撿你幸運數字的嗎 花掉 重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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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預備開始 好豆豆你的數字是 哦我的數字啊是六十六 為什麼是六十六呢 因為最好的我們是六月六號 六月六號 哇哦 對啊 菲玉老師呢 我也是六十六啊 我也是六十六啊 這麼巧 不會也是因為六月六號的 第二號詞變上吧 想了一塊兒去了 第四道題一句表白的話 豆豆寫的什麼 我們一起坐同桌好不好 哇 好 菲玉 誰叫你是想我罩著的人呢 哈哈 從今天起 就讓小悠我罩著你 誰要你罩著 白痴 第五題 一件物品 對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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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最好的我們當中 耿耿跟于華有一個 兩個人特定的一個 給對方加油打氣的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 小的一個紀念性的 真的有一萬個形容詞 可能我就是不知道最後那個兩個詞 就是他 他會在胳膊上寫個對勾 就是說你要加油 畫一個對勾 其實也是就是 給廣大的要參加高考的同學 一個 加油打氣加油打氣 就是在胳膊上 就是希望你做的每一道題 都是正確的答案 好不好 那菲玉你的答案是什麼 也是一個對勾 也是對勾 默契默契 第七一句電影台詞 從今天起這樣起來 我罩著你吧 這句話我睡覺了我都會背了 你要說爛了都 這樣想給我照著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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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形容很笨的詞 春春 小笨蛋 死鬼 哼 好第十最討厭的一句話 從今天起就要想要我照著你吧 他像個魔音一樣 一直在我這裡繞繞繞 這樣 有我照著你吧 有我照著你 有我照著你 有我照著你吧 不要不要 我不要再記這句話了 哈哈哈哈 好我來說一下 真正的遊戲是要通過你們自己的答案詞語 兩個人現場合作表演一段甜蜜小劇場 因為最好的我們馬跟青春校園有關 那我們的場景就在校園的體育場內 我們甜蜜小劇場 321 Action 余淮 耿耿 我告訴你今天不要跑一個66米 在今天6月6號這一天嗎 今天是6月6號 你怎麼胖了 還真的需要勇氣 不是 從頭上到我知道怎麼接了 再來再來 我知道怎麼接了 好 最後一次挑戰 321 Action 余淮 剛剛 你叫余淮啊 哦 我們一起做同桌好不好 從今天起就這樣享用我照著你吧 就這樣享用我照著你吧 嗯 我不知道怎麼來面對六眼飛魚 你是不是傻呀 你才傻呢 你是小笨蛋 我不是小笨蛋 小笨蛋 這題你都不會 對 好像都已經說到了 哇 太不如了 我們好辛苦啊 我們兩個人 真的好累哦 這就是你們寫的呀 很棒啊 很棒啊 那我們接下來是第二個環節 來請我們的導演小姐姐 吹下道具 甜蜜靠近你 節目組把甜蜜靠近你五個字 做成五塊大小不一的格子 飛魚和豆豆需要站在同一塊格子 在五秒時間內回答主持人的犀利拷問 回答錯誤則需要向前一步 他們能否順利通關呢 來 有請我們的豆豆還有飛魚 先站在田子上面 你站小的比較有挑戰 不行 這個是越來越難 我們就 你們兩個都站在這中間 對對對 這個意思 好 來我們的第二個環節 甜蜜靠近你 開始 第一題 哪個月有28天 五 四 二月 三 二 一 一 回答錯誤 每個月請到蜜靠近你來 每個月都有28天 好 第二題 把八分成兩半是多少 五 四 零 三 二 一 回答 正確 零還是四 零 飛魚你就一題就變聰明了 必須的 來 你說的又覺得就是 說很笨的詞 怎麼形容豆豆 你白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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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笨蛋 好 好 回到正確 音樂站的第二個格子 第三題 以下物品哪些物品不允許 帶入高考考場 A 身分證 B 準考證 C 電子手錶 D 二 B 鉛筆 3 2 1 確定答案 C 電子手錶 回答正確 不好意思 書慣了 如果你想走的話 你 這個時候一定要記得帶 一定要身份證 準考證 二B 鉛筆 好 謝謝你們的提醒 好 第四題 小明知道試卷的答案 為什麼還頻頻看同學的答案 5 4 3 因為他想知道別人做的是不是 2 3 因為他想知道別人做的是不是 2 1 確定你最後一個答案 一堂老師 等一下 一回答就回答 你為什麼買個這樣的動作 為什麼是這樣的答案 因為他是老師啊 菲宇你覺得她答案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是對的 是腦筋急討問 確定嗎 對的 回答正確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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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五題 某人花十九塊錢買了個玩具 二十塊錢賣出去 他覺得不划算 又花二十塊錢賣出去 一塊錢買進二十二塊錢賣出去 請問他賺了多少錢 我可以重複一下嗎 完全沒聽懂 他虧了兩塊錢 錯誤 不是我題目都沒聽懂 沒有聽進也是回答錯誤 好現在已經到了靠子了 我也算嗎 他的對了嗎 我要公布一下答案 我們的答案是 答案是賺了兩塊錢 他不是最後二十二塊錢又買了嗎 對呀所以他賺了呀 這是他買賣出去了呀 好請聽第六題 桃李年華是形容女子多少歲 A十三歲 B二十歲 C十八歲 第十九歲 八十歲 八十歲 哈哈哈哈 他才十八 你八十 我怎麼四個答案 你們有沒有八十歲 A十三歲 B二十歲 C十八歲 第十九歲 五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 確定最後一個答案 二十 十九 確定最後一個答案 二十 是聽誰的 十九 聽我的 聽我的 是二十 應該是二十 到時候錯了就打他 所以多多說你的答案 十九 好十九回答 回答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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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二十歲 我真的怎麼聽答的吧 再往前一步 往前一步 往前一步 好這個題目就非常簡單了 好不好 出去了 這個我們菲宇你要照顧一下逗逗好不好 就是你的你的腳出來了 我的腳出來了 我的腳出來了 我的腳太大 46碼大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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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七題做什麼事情要從頭來 從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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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髮 洗澡 洗澡 理髮 洗澡我也可以從腳開始啊 洗澡 洗澡 聽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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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錯誤 理髮 洗澡 聽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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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飛雨每人一起腳 你斜 你斜著站 然後我 哎 對對對 好聰明哦 哇 你 你很重哎 你知道嗎 可以 好 我們趕緊回答第八題 第八题非常简单好不好 是我出的题目 来问一下飞宇 你读书的时候什么成绩最好 你读书的时候什么成绩最好 你要上数吗 飞宇 读书的时候什么成绩最好 快随便说一个 英语 英语最好 好 那我出数学题 没问题吧 可以 5的立方是多少 25 5的立方 5 4 125 125 回答正确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道终极题 只要你答对就好了 好不好 好 请站好 我们家 请你不要再猜我的脚了 好 好 庚庚 庚庚 最好的我们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它 好 好字是几话 七话 好 1 2 3 4 5 完了一个五话一个七话 告诉大家正确的答案是六话哟 1 2 3 4 5 1 2 3 4 5 2 6 今天是六六六你们欠回答错误 既然大家这个环节失败了我们就接受一个小小的甜蜜的惩罚好不好 饿了吗饿了吗 来到长沙还没有吃什么吧 还好来你带上这个对 哎你怎么知道你带你带 你带上游戏规定 游戏规定 你喂飞鱼吃 但是飞鱼呢 就是他每喂一口 你就安利一下最好的我们好不好 右手把勺子翻过来来 哎 哎 哈哈哈 你不要不要把勺子翻过来 我一定是抓转过来往右边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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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口 大家一定要六一六号去看最好的我们因为它是一部属于所有人的电影好一句好第二句第二句第二口 很天很天 哈哈哈 哈哈哈 嗯好好第二口 最好的我们是一个很真实的电影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喜欢好第三口 甜言蜜语 说一句很甜的话 哈哈 从今年起 我求你了哥 哈哈哈 嗯 从今天起将喜欢我照顾他 嗯 好嘞 谢谢 好那最后的时候呢要给我们的 芒果TV的粉丝宝们一些福利好不好 最后一个签名 甜蜜的任务成功 然后呢希望大家六月六号可以去电源看最好的我们 也祝我们高考的所有的学生们 考试顺利 考试顺利66666 好谢谢 谢谢逗逗逗 谢谢飞鱼 到许的幸福 该解下来 谁要赶在我们 变得不勇敢 之前 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甜蜜嘉宾 她们正是在我最爱的女人们当中的 人鱼 夫妇还有她们的婆婆 欢迎三位 欢迎你 我知道山东是特别耿直那种 又很直爽 有话就说 有气就说 睡完了就没事了 睡完就好了 我是洗着洗着很开心 看到那个镜头 我当时趴在地上 主要没收腹 对 对 主要是忘了收腹 你知道吗 如果说我知道有镜头对了 我就 我就保证姿势 然后洗的时候要很性感 很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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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饭 好 好 妈 你说说我想起来了 我想看看你起门起来 屋里没有推推卫生间 你在那洗澡吧 有点 羞愧难当 你懂的意思吗 更多精彩 甜蜜的任务 6月10号甜蜜上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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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